大家好 欢迎收看使用Angla.js 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 指令 简单介绍指令 制定HTML元素和属性 首先 我们来解决上一课的问题 上一课 我们这个地方的声明 是Web App Filters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写 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好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应该使用Scope 所以说这个地方使用Name 然后这个地方使用一个Name 然后再运行一下 我们就可以所看到了解决上一课 那个问题 这是我们疏忽了 好 我在现在不管出什么内容 它的首字母是会大写 因为它 经过我们的过滤器 好 接下来我们就使用 Angla.js创建一个指令 学习指令最快的途径就是 就是亲自使用它 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创建一个指令的 示例 NGAPP9 好 其他的都关掉 把NP 然后创建一个视图 添加到视图 好 首先我们这个地方 跟以往一样要引入Angla.js 然后创建一个APP的Gioscript脚本 APP9 好 然后 切记一定要引用它 没有引用它 效果就根本不会出现 好 现在我们来自定一个 My tag 这是我们的一个标签 好 自定了 自定的一个标签 我们的这个里面 你一定肯定是要写 它的一个指令 指令怎么写呢 就是Angla.js X.mod APP 外部 APP 切记 这个要是没有写的话 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 声明一下 NGAPP 好 然后 这个地方是web APP 好 然后是 写 接下来我们还是写这个 指令 好 第一个就是 My Tag 自定 的一个标签 我们来写一个function retend 这个是大写的1 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它一个模板 t 这里写一个a标签 ttp ttp 好 这个 路径 好,结束 这个标签 这个地方语法错误 好,这个已经写完了 这个1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创建指令中可以使用指令的元素 这是元素的话 它就是1属性 就是A 类就是C 或者注释M的格式来调用指令 好,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看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9 这个方式很酷 其实简单来说 它的指令就是相当于构造的一个HTML 它就相当于重新就帮你写了一个东西 把它包起来了 这样子就方便我们来修改 然后或者创建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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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修改 就是 flower 这个地方 那 这样子就能致敦 看到 在 对 ند 好,我们就下个出来了 可以点击 就前往网址 好,我们再减轻来分析一下 它外面 这包的一层就是MyTag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内容 其实就是 NGS渲染的一个元素 好 本课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看 谢谢